近日,足协下发了关于亚运会期间,针对中超联赛U23政策的调整方案。 在亚运会期间每家俱乐部首发球员中,必须有一名U23球员。 在亚运会参赛队中被抽掉两名及以上球员的俱乐部,不再受外援出场政策限制。 U23球员不用必须根据外援出场人数替补登场。 由于亚运会由U23国家队出战,这给各俱乐部在联赛中执行U23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难。 足协在综合各方面一见后,决定对U23政策做出调整。 在调整期内,中超联赛和足协备在参赛队,必须首发一名U23球员,被抽掉一名U23球员的球队。 U23球员累计上场人数可少于外援上场人数一人次,被抽掉两名及以上U23球员的球队。 U23球员累计上场人数可少于外援上场人数两人次。 其简,外援政策不扁,中超联赛三人次,中甲联赛两人次。 也就是说,中超联赛中在至少首发一名U23球员,规定不变的前提下,使用三外援出场的球队,被抽到一名U23球员,则只需要在后续比赛中派出一名U23球员替补登场。 而被抽掉两名及以上U23球员的球队,不需要再执行U23换人政策。 7月底,U23国家队将进行集训,被战8月10月开始的亚运会比赛。 期间,中超联赛第15到19轮,中甲联赛17到20轮将执行此政策。 如果最终U23国家队进入决赛,则中超联赛第20、21轮,中甲联赛21到22轮,包括足协背办决赛,首回合都将执行该政策,并且提取但未能入选亚运会名单的队员,回到俱乐部后,将不再享受该政策。 可以说,为了保证联赛的顺利进行,足协可谓煞费苦心U23政策的调整,让各俱乐部都能从容应对球员的抽掉,而不必再担心U23球员和外援的出场问题。